我是个纪录片导演 有人花一百万 让我拍个关于校园霸凌的片子 给他儿子洗白 是的 他儿子是霸凌者 两周前没管住裤裆 强奸了受霸凌的女同学 事后 由于答案缺少关键证据 法院宣判无罪 但对方家长死科上诉 坚持要将他儿子送去坐牢 他护子心切 希望解决后患 于是 他找到了我 我叫徐林 是个纪录片导演 几天前 我在网上看到个帖子 有人出一百万拍个片子 现款现结 我心动了 于是联系到金主 金主名叫张大全 满脸横肉 穿着老旧白背心 大裤衩 脚踩蓝色塑料拖鞋 老实说 这行动不像能拿出一百万的样子 我直接了当道 张老板 这个项目 给先付百分之四十的定金 没问题 张大全找我要了账户 当即赚了四十万 甚至连合同都没签 他痛快的过头 搞得我都有些慌 只要把这事做好 一百万现在赚给你都行 张大全也不含糊 闷声道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他不能坐牢 看着手机里那一串数字 我感觉有些不真实 你就不怕我跑路 你不会跑的 你需要钱 我需要你的能力 张大全微眠着眼 好聚好散 大家都好 你调查我 我有些气愤 我挂网上的贴子 把我钓鱼骗人的 都有一百多楼 张大全摊了贪手 你要不是走投无路 估计也不会找我 一下被他戳穿 我沉默了 确实 我很需要钱 前几年我自己搞了项目 但还没开拍 疫情就来了 弄了我资金链断裂 目前还负债一百多万 催债的 几乎天天上门 当时看到帖子 我虽然心里不信 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给张大全发了私信 我叹了口气 开什么题材 张大全让我签了保密协议 这才开口 拍校园霸凌 我儿子当主角 说完 他递过来一叠资料 我儿子风品不好 你拍片子 扭转一下 给他洗白 我边看资料边问 他还年轻 不能有污点 更不能去坐牢 张大全点了根烟 虽然对方没证据 但我不想有变数 看完资料 我血压都上来了 老实说 他儿子确实不能坐牢 应该拉去枪毙 老板 我是搞艺术的 我有些犹豫 你儿子这事就是 一百二十万 张大全伸出两根手指 加二十万 能不能行 一百二十万 我吞了口唾沫 将畜生他的这几个字 变回肚子里 震涩到 一个月 我会让你儿子从施暴者 变成受害者 我整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大全的儿子张涛 今年十九岁 大一在读 体重近两百斤 蒜头鼻绿豆眼 满脸青春痘 性格孤僻 敏感而又自卑 自卑会让人怯懦 也会让人张牙舞爪 张涛显然是后者 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既然他们让我不开心 他们也别想开心 从小 他就仗着块头大欺负同学 收保护费 帮写作业 一不合他心意 就进行殴打 随着进入大学 何而猛躁动 他对男女知识的欲望 越来越大 形势也越来越变态 刚开始 只是偷拍女生裙底 趁着没人去填女生的水杯 躲进女厕所录视频 下课楼道人 多故意开游等等 后来 他开始变本加厉 利用偷拍通路的照片 视频 去胁迫女生 对她们进行猥亵 甚至逼迫开房 可每次到了最后一步 他突然没了兴致 他觉得这些女人太贱了 竟然都不反抗 随随便便都能上他们 不知道已经被多少人睡过了 而他自己 还是个宠男 如果和这些女人睡了 亏得岂不是自己 摆下了自己一两百的开房钱 于是 他将目标 放在了李佳佳身上 李佳佳是隔壁中文系学生 出身树乡家庭 妈妈是大学老师 爸爸是法官 不仅长得漂亮身材好 而且成绩优异 正准备考雅思 希望以后出国留学 学成归来后 像妈妈一样 成一名人民教师 关于谈恋爱 他暂时没有想法 对于众多追求者 总是会干脆 而不是礼节的拒绝 可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 怎么也不会想到 美好的未来 即将离自己远去 张涛料定 李佳佳绝对是没开包的处女 和自己这个完美处男 简直是世间绝配 他执行力很强 立马对李佳佳展开了追求 不出所料 被拒绝了十几次 但张涛没有气馁 反而越来越兴奋 越来越有干劲 无时无刻不想幻想着 自己和李佳佳同床共枕 直到有一天 张涛彻底破防了 李佳佳身边 出现了一个男人 张涛固执地认为 李佳佳身边 只能有自己一个男人 只有他才配得上李佳佳 也只有他才能睡他 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哪怕这个男人 只是李佳佳表哥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关系 张涛气急败坏 依旧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 又不是亲哥 谁知道两人间 有没有苟且想法 他激进癫狂 去找李佳佳理论 后者再次和他批清关系 让其不要再骚扰他 张涛可怜的自尊心 一岁再岁 他想动手 可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力量 在李佳佳表哥面前 再次受挫 李佳佳表哥是校篮球队的 身高一米九 体格壮硕 不出所料 张涛被揍了一顿 此次过后 张涛痛定思痛 决定不进行硬钢 而是悄悄潜伏等待时机 打不过男人 女人他还收拾不了吗 李佳佳只能是我的女人 任何人都不能抢先 这是张涛的原话 只能我上 后来李佳佳表哥去外地比赛 张涛抓住机会 趁李佳佳夜跑 在没监控的地方 对其进行了强暴 那天 张涛买了丝袜 小皮鞭 蜡烛等东西 他蛮横地掠夺了李佳佳的第一次 事后 李佳佳精神失常 剧烈刺激下回家洗了澡 无意中清理掉了 包括体验在内的所有证据 虽然李佳佳父母回家 发现满身瘀青的女儿 第一时间报警 但由于缺少关键证据 无法定张涛的罪 至于猥亵之类的其他罪名 由于警方没找到张涛的手机 那些所谓的偷拍照片 视频 自然也没找到 只能算女生们的一面之词 张涛给出的理由是 手机坏了 觉得没用就烧了 最终 他被无罪释放 现在的情况就是 李佳佳父母 揪着强奸这点不放 不断上诉 撇了心要将张涛送进牢里 张大全找我拍纪录片 是想博取同情 利用舆论 甚至是引导网报 让李佳佳父母放弃上诉 毕竟这些畜生时 张涛是真做过 他担心上诉 万一哪次真查出点什么 他保断儿子下辈子就完了 本来就是姓李的小骚货 勾引我儿子 张大全撇了撇嘴 自己管不住下半身 还烂上了 我们家这么好的基因 幸好他没怀上 不然估计还要额浅 对他的话 我不置可否 约定了明天就进行拍摄 可让我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会见张涛 对方谎话连篇 话语漏洞百出 似乎和张大全告诉我的 不太一样 张大全安排见面的地方 是个小茶馆 看着熟悉的背心裤衩 我按道一声 有钱人是真低调 张涛跟在张大全身后 走了进来 见到我的瞬间 眼神有些闪躲 他现在这模样 比我看到的照片还要潦草 圆滚滚的脑袋上 头发又油又长 发风间露出眯眯小眼睛 脸上的青春豆黄龙快要爆开 身上有古男文的汗酸味 我做好表情管理 自我介绍道 你好张涛 我叫徐林 拍纪录片的 张涛伸手回应 手心黏黏黏的 旋即 我便看见他用手 挖了一下鼻孔 下意识就将沾染的鼻涕 擦在了库腿内侧 一气呵成 我忍住心头骨事 开始提问 当时你强奸李佳佳 具体细节 可以说一下吗 张涛略显局促 瞄了一眼张大全 后者点头 他这才说到 那天晚上李佳佳在夜跑 我一路跟在他身后 到滨江大道的时候 就把他拖到了江边 然后我和他弄了一次 江边没监控 操作方便 只是滨江大道距离他们学校 最近的路也有四五公里了 我有些诧异 打亮的望了张涛一眼 跑这么远 你能跟上李佳佳 啊不是 张涛脸上肥肉一颤 连忙道是临水路 不是滨江大道 嗯 这道说得过去 临水路就爱着他们学校的 李佳佳当时穿的咋样 我又问 运动装 张涛脱口而出 嗯 我抽出一张资料 不是瑜伽裤和紧身小背心吗 说完 我就没补充到 我的意思是 哪种款式的 做个路 张涛听到这话 张红了脸 路 可骚了 张大泉在旁帮枪 胸脯都快挤出来了 我看了张大泉一眼 张大泉后知后觉 甘笑道 之前小涛给我说的 有古怪 我也没有多说 又问了其他细节 问完时 张涛竟已满头大汉 我收好笔记本 到夜跑这段 我会处理成李佳佳 对张涛性暗示 引用其犯罪 最后的结果 则是张涛坚守住底线 逃离了现场 张大泉连连点头 好 这个好 至于性格方面 我会进行二次加工 我继续开口 把他包装成 从小受到霸凌 孤立 导致他沉默寡言 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张涛听完 目瞪口呆 张大泉还不满意 问道 还能再惨点吗 再惨 那就从家庭层面切入 我结合张涛的资料 补充到 单亲家庭 缺少母爱 父亲酗酒家暴 这下 张大泉终于满意了 结束后 我告辞离开 张落着找演员 毕竟要全部当事人加入 有些困难 然而 在我刚走下茶馆时 就听到争吵声 张大泉好像在说话 都不会说之类的话语 隐隐传来张涛的吼声 你放心 我不会拖累你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隐隐能感觉出来 张大泉父子有隐瞒 到底是什么呢 关我屁事 我摇了摇头 无所谓了 我要做的事 就是把纪录片拍出来 交给他们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和我有关吗 毫无关系 之后的时间里 我花了将近一周 拉起剧组班子 开始拍摄 其实这种片子 本质上和综艺真人秀 之类的节目 没多大区别 我大学在导师引荐下 在一个综艺节目实习过 对于不少烟渣事 懂一点 综艺节目对那些明星来说 除了钱多是少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让他们抢着参加 没错 方便重立人设 许多有黑点的明星 不就是参加了某某综艺 然后进行卖惨 洗白的吗 在综艺真人秀 观众觉得他们不是爱豆 不是影视剧角色 而是明星自己 实际上 真人秀真的真吗 秀才是重点 两周后片子拍完 我剪辑完毕后 并不是常规纪录片 而是个十几分钟的中短视频 这样 方便传播 我有信心 只要发出去 肯定会有一大批网络圣母 对张涛表示同情 甚至还有人对李佳佳一佳 进行网报 如果还要起诉 那铺天带地的余论压力 他们顶得住吗 我感觉我好坏 好没良心 这是完全颠倒黑白了 但是 良心值几个钱 我坐在电脑前 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只要点击发送 剩下的八十万围款 很快就会打过来 一 这时 门铃响了 我起身开门 看到的是一个 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神情略显憔悴 请问你是 徐导 你好 男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叫李富 李佳佳的父亲 有事 我露出警惕之色 李富继续道 我知道 你在帮张大全 拍一个纪录片 所以 我问 李富伸出两根手指 我出两百万 你要截掉这个片子 听到两百万 我有些心动 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 不 当然不是 李富摇头 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不仅不要他的片子 他嘴角勾勒出一位不明的笑 而且 我要让他发出去后 全网大爆 哦 不要片子 我眉头微皱 问道 那你这两百万 是想买什么 我们就站着说 李富看了看屋内 我了然 做了个请的手势 李富坐下后 从公文包里 拿出一个档案袋 我想请你 你帮我拍个片子 我暂时没有回话 李富又说道 徐导 你可以先看看内容 我望了他一眼 拿起了桌上的档案袋 抽出厚厚的文件 进行翻阅 十几分钟后 我摇摇头 这个要是拍出来了 就是在砸我自己的饭碗 以后圈子里不好混 恐怕以后 就没客户敢找我拍东西了 李富四世早有预料 道 徐导 不如你先帮我拍出来 不用发给我 我们打个赌 如果你赢了 片子你直接销毁 我两百万照给 如果你输了 两百万还是你的 到时候以你的名义 把这片子发往上就行 也就是说 无论输赢 我都有两百万 我有些兴趣了 你想怎么赌 随即 李富和我讲解了赌局内容 最后道 徐导 如何 这样吗 文言 我心中全吼 赢了你大赢 输了 你也不亏 李富声音有些颤抖 至少对得起良心 钱挣了还当好人 不好吗 许久 我点头 成交 我拖了一周 才将片子交给张大全 他拿到片子 第一时间发到了网上 并承诺明天将钱给我 约了郊区的一个地方 给现金 现金 我打去道 你这钱不会不干净吧 这年头都是直接转账了 张大全笑呵呵的 就算不干净 转手到你手里 不也干净了吗 也是 我合法挣了你的钱 其他的管我批事 说完 我俩接受一笑 但完我压根没睡 兴奋的睡不着 天蒙蒙亮 我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张大全约了八点 还有半个小时 我无聊刷了回手机 果不其然 那十几分钟的视频 已经有了小包的迹象 热度还在不断攀升中 甚至已经有不少营销号 已经开始转载这件事 我随意点开了一个营销号 视频近十万点赞 可评论区的内容 却出乎我意料 那个女生这么漂亮 怎么会勾引死肥猪 天哪 到底是谁在造女生黄瑶 冲浪竟然看到熟人了 这张涛是我初中同学 猥琐肥斋一个 你们是不知道 以前经常将鼻屎擦在客桌下面 楼上的别说了 已经开忧了 这块头说被霸凌 我是不信的 营销号为流量脸都不要了 冷知识 视频里演员虽然长得抽象 不过有一说一 比我印象里的张涛 还是好看一点本人高中同学 擦 那真人得偿什么丑样啊 看着一边倒的评论 我心凉了半截 好像翻车了 可以说 这完全是按照与之相反的方向 进行发展的 怎么会这样 如果继续这般发展 这案子被重视 李佳佳真有可能翻案 张涛的处境恐怕 张大全不会不给尾款吧 想到这 我看了眼周围 还没见他人 有种不好的预感 玄机 给他打了电话 无人接听 我又给他打一动过去 铃声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慌忙转身 只感觉后脑一痛 最后的意识中 看到的是张大全冷漠的脸 等我悠悠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某处废弃木屋 高喊了几声 没有任何回应 我小心翼翼挪到墙角 磨断手里的麻绳 随后 在不远处发现了我的手机 看到时间的瞬间 我惊了 我昏迷了两天 这时 手机上弹出条新闻 凌晨3点40分 墨园小区发生一起自杀案件 经初步确认 死者为 近日网络上热度颇高的 受拜领者张涛 一连串疑问 从我脑子里冒出来 张涛 死了 来不及多想 我想着逃命要紧 便先离开了废弃木屋 回到家 这才仔细阅读新闻 原来是一天前 李佳佳父亲李父 找到了一样关键证据 一个用过的避孕套 经过检测 上面才留有张涛 以及李佳佳两人的体液 之前一直缺失的关键证据 在这一刻补齐 不出意外 张涛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可就在警方赶往抓捕时 张涛从小驱逝七楼 一跃而下 看起来 很像畏罪自杀 可是 就张涛这个程度 最多也就判个十年以下 判不了死刑的 他为什么要想不开 你放心 我不会拖累你的 那天张涛对张大全说的话 在我脑海钻了出来 难道这期间有什么隐情 我揉了楼太阳穴 有些头疼 这时 李佛发来了消息 赌的便是这次舆论的反应 当时我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坚定的认为 只要将视频发出去 洗白张涛轻而易举 如此悲惨的身世 让人同情的经历 肯定会有大批网民被迷惑 选择相信 可现实却跟我上了一课 李佛赌的就是 我无法给张涛洗白 相反 甚至可能娱乐还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现在来看 毫无疑问他赢了 你赢了 我愿赌服输 回了李佛信息 我打开电脑 将隐藏文件夹里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也好 至少良心上过得去 这视频 就是后面受李佛委托 花一周时间感知出来的 是张大全那个视频的原版人马 快了许多 视频内容 及事件的真相 张涛霸凌同学 以及强奸李佳佳的始末 这时 李佛又发来信息 送徐岛一句话 永远不要去赌人性的善 受教 我回复后 叹了口气 当张涛那种畜生洗白 即使赚了钱 但心里属实格影 张大全打了我 还将我绑在废弃木屋 估计是怕我举报 我现在被刺他 也算扯平了 点开视频评论区 我发了条评论 真相 几天后 视频报了 以超包的热度 冲上了热搜 我去 果然有反转 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还女生勾引的死胖子 涂他什么 涂他200斤肥肉吗 我的评价是 这剧本不如为爱冲锋的勇士 都猜得到有反转 之前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身份 根本就不匹配 一言假 这死胖子死得好 恶有落报 我退出评论区 给李富打了个电话 这家伙之前只给了80万 还有120万尾款 没打给我 都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太忙了吗 我感慨了一句 打算晚上再打过去 结果喝了点酒 忘了这事 第二天清早 我出门吃面 在面摊上 我又给李富打了过去 成功接通 李老板 尾款多久打过来啊 再说吧 没空 说完 李富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空 这是要像张大全一样 逃尾款 我连忙又打了过去 尾款 你他妈有病吧 李富直接抱了粗口 都说没空 我女儿失踪了 正在找她 李家家失踪了 多久的是 我心头一惊 边问边走进了一家早点铺子 李富有些不耐烦 就前天的事 前天 我心头突然冒出了想法 不会是张大全报复吧 他 李富吃笑一声 就一臭卖包子的 敢报复 真要是他 我让他赔个倾家荡产 卖包子 我还想说什么 发现李富已经挂断了 正在我失神之际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今天不做生意 我扭头望去 铺子里一个穿着裤衩背心的油腻胖子 走了出来 他看到我的瞬间 显然弄了两秒 手中吃了两口的包子 掉落在地 我惊呼出声 张大全 好了我没去找你 你倒找上门了 张大全撸起袖子 神色不善 怎么 还想来要钱 看到他 我有些心虚 连忙摇头 张老板 我不知道这是你开的 我就单纯来吃早饭的 这几天不开夜 没吃的 张大全盯着我半晌 道那小江户失踪了 我开心 息几天 我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李佳佳失踪了 张大全突然不说话了 停顿了数秒 捡起地上的包子 咬了两口 怪笑道 因为我把他杀了 我瞬间头皮发麻 哈哈 张大全突然大笑起来 真野心 昨天警察来过我这 说什么那婊子失踪了 给我这发了个底朝天 张老板 这种玩笑不心开呀 我擦了擦额头冷汗 张大全摆了我一眼 张大全将我撵出门外 把卷帘纹往下拉 我也不傻 没想和他过多纠缠 只想赶紧离开 可刚走没两步 身后一阵风吹过 浓郁的血腥味 涌入鼻腔 我皱眉 回头而望 来风的方向 是张大全铺子后厨 通过老师排风扇的口子 风不断透过整间店铺 朝我的方向而来 我脸色一僵 几倍升起骨凉意 这味道 不是猪肉的血腥味 是一种我没闻到过的血腥味 我咽了口唾沫 这时 拉下来的卷帘纹又滑了上去 张大全肥大的脑袋 踏了出来 递出一张存折 就这点了 爱要不要 我站在原地没动 张大全瞥了我一眼 直接将存折扔在外面 随即卷帘纹烹了一下 关上了 等了两三分钟 不要白不要 我想跑过去 捡起存折 打开一看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靠 余额0.5元 我将存折狠狠丢在地上 踩了两脚 忽然 身后一道宽大的影子 不断靠近 我悟得回头 瞳孔骤然收缩 打面杖在我眼中放大 张大全你 我叫张大全 今年43岁 单身离异 目前在经营家早点铺子 曾经有个读大学的儿子 5天前 我儿子死了 自杀 起因是一个多月前 我儿子被一个女生 告上法庭 理由是强奸 知道这件事的瞬间 我是不信的 我儿子张涛 从小听话 温和内向 有爱心 经常去救助流浪小动物 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出生事 可当我暗地询问她时 她支支吾吾地告诉我 是她做的 我看得出来 她在撒谎 一撒谎 她就变得很紧张 就像跟紧绷的闲 但无论我怎么问 她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做的 看着她害怕无助的眼神 我心软了 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儿子 她不能坐牢 原来这辈子就完了 既然如此 就按时她做的来处理 先度过眼前的难关 我找了很多关系 都没什么用 女方父亲是法官 在圈子里有些关系 熟人不少 没人想和她对着干 在法庭上 对方说我儿子不仅是强奸犯 还是个霸凌者 一堆被她霸凌的同学 站出来指正 我心都凉了半截 所幸 上天眷顾 关键证据没找到 无法定我儿子的罪 然而 对方家长就像狗皮羔羊 就柴肉我们不放 拼命起诉 我担心后患无穷 在网上挂了一帖子 出一百万找个纪录片导演 帮我拍个洗白的片子 给我儿子洗白 博取同情 必用舆论压力 逼迫对方放弃上诉 网民不在乎真相 只喜欢乐子 他们 很容易被利用 这是前段时间高中同学聚会 一个同学说的 他现在是一家MCN机构老板 管他事情真假 先炒作起来再说 当你站在流量顶端 拥有大堆无知拥躬 想挣钱很容易 只录为马 也很容易 没多久 徐琳找到了我 他说片子他能拍 为了不让他生疑 我当即给他转了四十万 装作很豪气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压根就没一百万 之后的过程很顺利 但我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我儿子复述作案过程时 很多细节 都和他在法庭上说的有出入 可我问他 他却说记错了 我不信 这其中一定有隐情 我不愿相信这一切 但多次对其旁敲侧击 都没有收获 哪怕是频发出后 计划失败 他也依旧没松口 直到六天前 他独自出去一趟后 那天凌晨 他从阳台一跃而下 我永远失去了他 事后 我发现最后联系他的人 是李佳佳 见货 我狠狠咬了一口包子 打开破旧的木屋 里面绑着三个人 徐林和李佛夫妻 见到我 李佛大吼 我女儿在哪 赶紧放我们走 我抬腿就是一脚 语气冰冷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诬陷我儿子的 呸 你就等着坐牢吧 李佛老婆恶狠狠地说 我反手就是一巴掌 将大肉包子塞进他嘴里 扯着他的头发 问李佛说不说 你在犯法 你明白吗 李佛色力泪茶 现在放了我们 还可以减刑 你女儿做的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平时装青龙女神 乖乖女 背地里什么德行 你敢说一点都不清楚 李佛沉默了 旁边的徐林悠悠醒来 听到这话脱口而出 真是你挡架了李佳佳 想必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李佳佳自己松上门的 我干涩一笑 警察搜完我的铺子不久 他就来找我了 你猜他来干什么 竟然是来炫耀的 炫耀他多么厉害 主导这一切 说到这 我近乎吼出来 我儿子根本就没碰过他 就因为看见他和别的男人 在没人的教室乱搞 就被他记恨了 他心里不舒服 便要毁了我儿子 从始至终 是他胁迫我儿子说假话 霸凌者一直是他 我儿子才是被霸凌者 他害怕 他妥协了 李佛老婆咬开包子 这才疼出嘴 朝自己男人抱怨 如果那天你不吼家家 他会离家出走吗 行了 不就是想要钱吗 李佛瞪了他一眼 后者不说话了 这才妄向我 说个数 我赔给你 我看了眼房间周围 道张老板 李佳佳也在这吗 在这 我嘴角胃里 从兜里掏出包子 大口吃了起来 在哪 想要钱 我们必须见到人 李佛提条件了 我没说话 只是看了眼桌上 那里 有一大口袋肉包子 李佛夫妻面面相去 我又拿了个包子 似笑非笑 这肉以后就吃不到了 能不来点 李佛老婆两眼一番 当场约了过去 你他妈疯子 我要杀了你 李佛双眼充血 可终究挣不开绳子 我没理他 继续吃着包子 你儿子惹我女儿不高兴 就是该死 李佛目露癫狂之色 大声咆哮 整的就是你儿子 他妈的 我女儿高连一等怎么了 你也不看看 你儿子长什么丑样 恶心到我女儿 我女儿霸凌他 是看得起他 本来只想让你儿子坐坐牢 谁知道他这么脆弱 弄了他点子孙夜 竟然还跳楼了 哈哈 我面无表情 望向徐林 都录下来了吗 录下来了 我扯了扯绑着的绳子 麻绳立马松开 将放在胸口的微型摄像头 拿了出来 李副健壮 神情扭曲了 你们耍我 我不置可否 其实在几个小时前 我才和张大全 站在同一阵营 当时他袭击我 但我并没有立刻昏迷 而是撑着口气 告诉了他一个利益 那才是事件的真相 在张涛自杀当天 我收到了一个 来自张涛的视频 视频里面 是张涛的字数 张大全的所有疑问 都可以在视频中找到答案 张涛不是霸凌者 更没有强奸李佳佳 当然答案是答案 但都是口述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于是 这才有了刚才这出戏 我暗中录像 记录下李副夫妻刚才 坦露的真相 警察应该快来了 我长出一口气 笑道张老板 把李佳佳放出来吧 张大全点点头 示意我跟上 这个木屋是个单间 我之前就被绑在过这里一次 如今走到外面 有些茫然 没看到李佳佳的身影 张老板 李佳佳呢 我问 张大全指了指旁边 是一个地窖 里面 我探着脑袋 忘了半天也没见人影 张老板 话未说完 我身子突然失去平衡 掉了下去 里面空荡荡 我立马回过神来 心咯灯一下 张大全 你别做傻事 我儿子死了 张大全从兜里 又拿了个包子出来 大口咀嚼 你 你真的把李佳佳 我心脏猛的一抽 他还活着吗 张大全没有回答 早已泪流满面 这个长相凶煞的男人 背身离去 只给我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徐岛 我儿子死了呀 那天 木屋燃起了大火 警察感到 及时联系消防 扑灭了大火 但什么都烧得差不多了 只剩三具焦黑的尸体 我被成功从地窖中 救了出来 在这期间 包括录的李佛夫妻自爆罪行 以及张涛发给我的视频 都被我发到了网上 附上一条置顶评论 希望下一次 你们能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打完这一行字 我将手机关机 我理解张大全的选择 张涛死了 他将李佛夫妻绑来 或许只是想要求证 哪怕真相大白 李佛一家受到法律的制裁 被判刑坐牢 可是 就像张大全说的那样 他儿子死了 永远回不来了 我揉一揉眼睛 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 躺在警车上 昏沉睡去 真他妈了呀 来到警局 警方对我进行了常规问话 我没有隐瞒 知无不言 虽然事后 李佳佳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但目前的证据 已经足够翻案 不久后 法院宣判 张涛无罪 至于李佳佳及其父母的罪状 为了方便大家 更好地了解整个事件 我觉得 可以用张涛发给我的视频 进行解答 当初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视频 才让我选择站在张涛身边 不可否认 我不是好人 但我想 人这辈子 总得做点人事 以下 便是张涛的视频内容 我叫张涛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不受人待见 好像除了我爸 身边的人都对我带着莫名的恶意 就连妈妈都不喜欢我 他和爸爸离婚那天 我求他别走 他一把推开了我 他说 你就和你那个死鬼老爸在一起吧 丑鬼凑一窝 我愣住了 原来妈妈比我想象中 还要讨厌我 可是长什么样 是我能决定的吗 我很难受 但却无法诉说 因为我没什么朋友 其他家的小孩 都不怎么和我玩 说我身上臭 我知道我长得胖 容易出汗 所以我天天洗走 不臭的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因为我身上臭 而是因为 他们更喜欢会长得好看 家境好的人一起玩 这样的孩子 就连老师都会多一些耐心 不知是不是好事 为什么期末评三好学生没有我 我是班上第一名啊 我问老师 老师说我不适合上镜 拍照片不好看 好像无论我怎么努力 都无法得到认可 直到李嘉嘉出现了 我以为我遇到了天使 但没想到 他是真正的恶魔 第一次见到李嘉嘉 是在社团活动上 那天他穿着雪白长裙 梳着简单的马尾 笑容淡淡的 柔柔的 他好美 我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他了 但我知道 这份喜欢 只能默默默埋在心底 他是不可能看上我的 我从来没打扰过他 只是趁他不注意 悄悄看上两眼 就很满足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主动靠近我了 开始和我搭话 带我参加活动 我感觉像梦一样 我后来才明白 这是有预谋的 当我鼓起勇气 在他生日那篇送花时 他露出了残忍的笑 几乎将我撕成碎片 姐妹们 我说的没错吧 这种躯爱的肥宅 不到一个星期 我就能轻易拿下 那天 我被狠狠羞辱 甚至还被发上了笑云墙 昨晚我在空教室上完自习后 走半路 发现书忘拿了 便又折返回去 刚走到教室门口 我听到了羞耻的声音 李佳佳和他体育生远房表哥 竟然在教室一步寸驴 做那种男女之事 我当时连忙跑开了 但还是发出了动静 被李佳佳发现了 我的噩梦也开始了 他总是会脚油拖整我 身边跟着一群拥躬 把我逼进女厕所 让我舔便池 脱我衣服 用针扎我手指 最后还会倒打一耙 说我躲进厕所偷拍女生 我白口莫变 变了也没人信 我都跟李佳佳说了 我不会和任何人说他的事 可他不信我 还觉得我是威胁他 他要彻底毁了我 于是他编出了被强奸的戏码 在法庭上 他让我戴上微型耳机 让我复述他早就准备好的话稿 我的犯罪经历 我得照着念 不然他还要整我爸 那些所谓的罪证不是找不到 而是根本没有 包括照片 视频都不存在 是他故意扔掉了我的手机 比我那天买的小皮鞭等情趣用品 他说他知道 我家铺子要拆迁 那块地准备剑笔术 但对方给的钱太流氓了 按现在的市价 买个厕所都不够 我爸死活不拆 如果我认罪了 他就让他爸帮忙 找律师朋友打官司 争取不拆 或者将拆迁款翻倍 不然弟会抢征 打官司他爸是法官 我们家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无法反抗 可到了最后一刻 我还是怂了 我不想做了 我没有认罪 由于确实关键证据 我被释放了 这件事 我不敢和爸爸说 怕他被牵连 但当爸爸找人 想为我洗白时 我看到了一缕曙光 拍摄的内容不是洗白 那本来就是真相 可后续 却成了压死我的两根稻草 第一根稻草 是网民的反应 拍摄的明明是真相 为什么大家都一边倒地认为 我是假的 认为我不可能受霸凌 是大家都病了吗 看到许多人说 是我霸凌 欺负李佳佳 还有很多人同情他 我是真的想笑 他长得漂亮 家境优越 不仅不缺朋友 身边还有一大堆人 抢着做呼花使者 这样的人 谁能霸凌他 而我 性格孤僻沉默寡言 长得不好看 身材肥胖 除了成绩还行 似乎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地方了 在他们眼里 就成了霸凌者 他们连丁点的同情 都不会施舍 反而一个劲骂我该死 说我必须坐牢 我感觉好累 至于第二根稻草 则是李佳佳事后找我 取走了我的体液 你们都无法想象 那是种怎样的侮辱 那天 他约我在咖啡厅见面 他和他爸一起 将我迷晕 取走了我的体液 并且警告我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如果我到时在法庭上 还不认罪 甚至打他们一耙 他们会往死里整我爸 我爸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了 我该怎么办 外面的风真大呀 视频中 张涛放下拍摄设备 走向阳台 留下了人生中 最后一句话 或许 我死了 一切都会结束吧 一切尘埃落定 这件事在网上 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回到家 我开了直播 账号 是我之前发视频的账号 虽然这个账号名下 目前一个视频都没有了 但我开直播的瞬间 还是有很多人有了进来 我端坐在镜头前 微笑道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公布 除了李佳佳外 其他霸凌过张涛的霸凌者名单 案件的许多细节 其实警方并未公布 相信大众会感兴趣的 果不其然 这话一出 直播间群情激愤 主播 我宣布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霸凌者罪该万死 主播太勇了 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 世界破破烂烂 总有人敢怒敢言呜呜 看着这些评论 我摇了摇头 大家别这样 我和你们一样 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辈子没什么理想 就想拍拍片 搞搞艺术 直播间有人采红屁 还有人私信我 问我想不想带火 我很平静 终于 等到直播间人数到达一百万时 我干渴了两声 大家别刷屏 拿好小本本 记下主播接下来说的名字 有人在公屏发言 好的 因为某些原因 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们 他们的名字 我顿了顿 道 但你们按我的要求做 不少人应该是可以看见的 人渣还有隐私吗 有人发问 我不知可否 正色道 你们现在将手机吸屏 仔细凝视三秒 就可以了 数秒后 许多弹幕飘过 就我一个人没看到吗 加一加一 我也没看到 有人看到吗 我笑容玩味 你们真的没看到 有些人肯定是看到了霸凌者的 骗子吧 黑屏的时候都没有 就只能看到 一条弹幕飘过 话却没打完 我面带微笑 帮他补权了这句话 是你自己 对吗 曾经有个问题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校园霸凌 明明大家都很重视 但却一直履禁不止 直到经历张涛这件事 我发现了一些规律 其实大多数被霸凌者 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他们大多长得或丑或胖 身体有缺陷 性格有缺陷 或不爱卫生 或喜欢装插 或是嘴碎 或是易遭度 易或是自私 反正就是不讨人喜欢 不知道你们身边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没有 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不必说出来 那么 在生活中当他们受欺凌 你们如何自处 是伸出援手 还是袖手旁观 易或是暗爽诸威 这个答案 也不必说出来 但我想 当影视剧中霸凌者的形象 都是外貌中上 至少绝对是不丑的演员扮演时 应该能窥见一脚答案 人们对于丑陋 性格缺陷 不讨喜的人 是没有那么多同情的 更不会共情 无法否认一个事实 在校园霸凌中 绝大多数人是冷漠的旁观者 是助长欺验者 是推波助拦者 是比直接霸凌者 更可恶的间接霸凌者 他他们 就藏在我们身边 戴着普通的面具 穿着普通的衣裳 和我们很像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妨熄灭屏幕 注视着你看到的那个人 问上一句 你是霸凌者吗